我就要來跟一看安民窟建平八家的 道前跟後面道路看都不一樣 加上安路新建大樓煮後出現不方便 事後甘有救在今年五月份開始 是來進行道路透過港町 當時優化人形空間 並且加上白醉不夠頂頂的問題 經過八個月的時間 在九年過年前順利完工 雖然當時安民窟快速的發展 因為建平八家的道路看都不一樣 經常行人車正宗相當的危險 事後甘不夠變得三千二百萬元 經過八個月的時間期 改過道路邊境的問題 大大提心行人安裝 當時又有化人形的空間 改成路口出口 抗甘民不足排水在問題 我們一個一個改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的入口 那增設人行道 那也感謝台灣高等法院 台南高分院 還有台灣高檢署 台南分署的育成 他們把他們的機關用地捐出來 能夠讓我們增設人行步道 增加讓行人通行的安全 讓我們高檢署願意退縮兩公尺 做我們的人行步道 而且拓寬之後變成雙向道 我想這對居民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福音 謝謝我們台南市政府的努力 謝謝 建民八家旅邊的生氣大樓桌 這次由於國民路到六平路 改善建民八家的北平 正式兩公尺的看人行道 很多大提心 改善高大行進品質 影響的層面都一萬多個人 那尤其是我們虎城新向的里民 你看現在變算向到停車 而且這個也是我們屏東裡最漂亮的道路 建民八家可以順利透光道路 最大的公路就是台南高風雨 讓台南高檢署台南風雨 將其我用地的光彩作為人行步道 讓民眾立場進行安裝的通行空間 記者送他們讓民窟採訪報道